直接将音档丢入腾稿机,做语音辨识,然后再进行修改极段行排版,拍板玩到速克打拍字幕处理。 完成啦,SRT字幕。 后面的影片中,我们会示范如何透过速克打腾稿机,及速克打拍字幕。 这两个免费的工具软体,直接一次到位,完成从听打到上字幕的流程。 开启浏览器,收入关键字速克打,进入网站首页,在右上方点听打竹字稿,选速克打腾稿机。 双击载点,Google云端硬碟。 下载软体存放在桌面并且压缩。 点击执行档即可开启速克打腾稿机,不用安装哦。 拖拉音档到软体里进行语音辨识,当图示由绿色转变为红色,表示语音辨识进行中。 语音辨识结束,图示又从红色转变为绿色,此时会产生文字内容。 说明选项里有各个快速键的功能介绍,各位可以自行操作体验一下,主要会用到的有F3和F4这两个按键。 接下来播放音档,修正文稿内容并做断行。 存档后就可以准备上姿务咯。 这时候可以关闭腾稿机软体。 再到官网首页右上方点代课上字幕,选速克打拍字幕。 同样双集载点,Google云端硬碟。 下载软体存放到桌面并解压缩。 点击执行档即可开启速克打拍字幕。 一样免安装哦。 开启影片档和刚刚做好的TXT文字档。 右上角有操作方式说明。 用空间棒压下,放开的方式拍打时间轴。 压下会出现锯子开始的时间,放开则出现锯子结束的时间。 每句步骤相同,重复压放,压放的动作即可。 疫情期间,有很多人上班工时减少且改为居家办公,或暂时失业在家。 因此想找份在家就能兼差的工作。 因为速克打工作时主要是承接各种的竹子搞听打及YouTube影片上字幕。 刚好就是整天宅在家不用出门即可工作的作业模式。 所以最近三不五时就会有人加LINE或来信询问, 想要接一些能在家庭打上字幕的工作。 有鉴于很多YouTuber对上字幕的需求很高。 那想见拆机案的新手小白要如何快速上手呢? 正所谓公寓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 找到简单好上手的工具当然是第一步。 那哪里有简单好上手的工具呢? 这边提供两个我们自行开发给工作室伙伴使用的工具, 给有兴趣的朋友们做个参考。 而且它们是完全免费开放使用。 好好善用,绝对让你的上字幕效率大大提升哦。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来实际下载及操作。 再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 让我们来看看完成的效果。 疫情期间,有很多人上办公时减少且改为居家办公或暂时失业在家。 因此想找份在家就能兼差的工作。 因为宿可打工作室主要是承接各种的竹子搞听打及YouTube影片上字幕。 刚好就是整天宅在家不用出门即可工作的作业模式。 所以最近三不五时就会有人加LINE或来信询问,想要接一些能在家听打上字幕的工作。 有鉴于很多YouTuber对上字幕的需求很高,那想见拆其案的新手小白要如何快速上手呢? 正所谓公寓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 找到简单好上手的工具当然是第一步。 那哪里有简单好上手的工具呢? 这边提供两个我们自行开发给工作室伙伴使用的工具, 给有兴趣的朋友们做个参考。 而且他们是完全免费开放使用, 好好善用绝对让你的上字幕效率大大提升哦。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来实际下载及操作。 最后来看看SRT长怎样吧。 刚刚拍打的时间轴是不是很准呢? 操作的步骤就是这么简单, 短短几分钟,让你轻松快速上字幕。